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5日 星期六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前中共空軍常將 紅二代流亞洲從昨天起 災度成為海外關注的焦點 更有分析指出 習近平打擊流亞洲的目的之一 或是為了開戰做好準備 《星島日報》4月12日 援引多個消息來源報導說 中共中央軍委幾位已完成對流亞洲的調查 涉案金額巨大 將而交軍隊司法系統 而且由於鑑於其影響頗大 軍隊已展開清理流亞洲餘毒 要求清理有害信息 各個單位以自查的方式 對照涉流信息資料和計表 包括涉及流亞洲的圖書、報紙、 其刊、文章、題字、廣告等 確保清理、清查、全面徹底 同一天 有官方背景的紅色文化網同批流亞洲 說流亞洲是中國軍隊的頭號漢奸、 帶路黨的帶頭人、普世價值的吹鼓手 澳洲西尼科技大學、 中國研究教授馮崇義 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 中共清除流亞洲 與清除軍中反戰勢力有關係 習近平在軍事動員 這不排除為開戰做準備 馮崇義說 因為流亞洲本身也是反對習近平吞併台灣 反對武力犯台的重要人物 習近平隨時都準備開戰 但這要看時機 他需要一些條件 例如美國政治發生某些轉變 或是台灣國民黨上台 有人跟他內應 現在習先做軍事動員、做軍事安排 隨時都可以動手 時事評論人李一平也持類似的觀點 他在最新的直播節目中說 流亞洲寫過一篇文章叫《金門戰役檢討》 回顧中共慘敗的1949年金門之戰 並公開反對對台動武 文章有一段說 今天的台海作戰 將被蔣介石時期的金門之戰艱難萬倍 因為不是台灣固守台灣 而是整個西方固守台灣 當年中共在金門慘敗 今後還會在台灣複製這場敗仗 李一平說 流亞洲的意思明顯就是反對攻打台灣 流亞洲在另一篇文章《大國策》中發表過更明確的觀點 反對武統 李一平認為習近平上台之後一直侮辱流亞洲 現在卻突然要治他的罪 極有可能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 就是習近平想要發動戰爭了 為了統一軍心 就會拿主和派的項上人頭來祭旗 而流亞洲就是現在中共高層中最大的主和派 李一平因此警告台灣人要加緊備戰 還對中共高層和紅二代喊話說 習近平要仰愛、別線安耐 他要對台灣動武必然要消滅黨內的二己勢力 連流亞洲這樣的紅二代都成了習近平打擊的對象 那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大清洗、大縮犯的血雨腥風 應該馬上就到了 也有觀察人士認為流亞洲的問題在於反習 這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 譬如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慧健行的讚稿人王有群 較早前在《大紀元》發表文章分析說 從習近平上台以來打呼的規律來看 重要標準就是對方是否反習 也就是說習近平所說的政治底線 而流亞洲被捕的消息 最早出現於2021年12月 正是習近平謀求在二十大上三連任最關鍵的一年 當時海內外賭習的聲浪一波摺一波 黃有群繼續分析說 從流亞洲的背景來看 他是有可能與習近平的政敵江澤民一派搞在一起的 一例流被認為是軍中才子 自此有才 看不上習 二例流亞洲未到年齡 卻被習強行提前退休 或對習耿耿於懷 三例流亞洲的外父李先念 是提拔重用江澤民的中共元老之一 這可能幫助流亞洲在反習問題上 與江爭關聯起來 黃有群還提到 從2021年以來 從2021年以來 習近平當局多次敲打黨內有張國屠齒的人物 協兵自重 另立中央 顯示中共軍隊內 似乎一直暗流湧動 流亞洲可能就涉足其中 黃有群說 新冠爆發後 習長達32個月沒有出國訪問 期間去了一次香港 竟然不敢在香港過夜 直到2022年9月 習總算去了烏茲別克 仍然不敢過夜 連夜趕回北京 為什麼二十大前 習這麼緊張不安? 一個是掌握刀把子的政法系統 出了孫力軍政治團火 另一個很可能是掌握槍桿子的軍隊系統 出了一個反襲的流亞洲 流亞洲被拿下 究竟是習近平被戰前的大整肅信號 還是習近平在這裡清理政敵? 外界還需要繼續觀望 但流亞洲這個 兼跨軍界和太子黨的重要人物被整肅 顯示中共內部並不統一 中國最近經濟嚴重下行 民生動盪 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 未來如果民生方面爆雷 中共內部內鬥可能加劇 中共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4月13日刊發一篇文章 題目是 《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 靠自身能力已經無化債方法 在題目直接公開 因為地方政府已經無法解決債務問題 被認為是在逼供 專家學者一早就已經警告說 地方債一旦爆雷 金融危機可能就要爆發 但中共財政部部長劉坤 和財政部在今年開始就已經先後強調 打破政府兜底預期 中央不救助 誰家的孩子誰抱 貧困人口最多的貴州省率先發難 貴州政府發展研究中心 在13日這篇文章中說 各地政府都已經陷入財務危機當中 貴州政府無力自己解決這些債務 截至2022年底 貴州省債務余額人民幣一兆2470億元 還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 大部分是城投公司負債 保守估計這部分也有上兆源人民幣 巡彭觀察分析自出 中共官場歷來都是報喜不報憂 按照正常的程序 省研究中心應該先向省政府匯報 然後再私下解決 但是現在直接公開發文說 本省已經無力解決要向上面求救 其實貴州省就是在自暴其醜 公開發難 對中南海叫囂話 你要幫我 否則我就死給你看 巡彭分析說 中共中央之所以一早表示不兜底 是因為第一 不理得那麼多 全國各類地方債全部加起來高達上百萬億 中央政府直接背負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人民幣貶值 第二 如果中央同一個地方收拾殘局 那麼官員會更加大膽 就算解決了一時的問題 也會比未來造成更大的問題 所以今次 貴州省政府公開發文 就在這裡和中央公開博弈 我就不信你會看著我死 巡彭估計最後中南海只能出面解決 否則就會像恆大一樣引發連鎖反應 目前貴州這篇自爆無法還債的文章 已經被各大門戶網站和社交媒體刪除 這個可能反映出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已經開始 早前政經學者程曉農在自由亞洲發表專欄文章說 地方財政全面陷入困局 這是中國今年財政難題的關鍵所在 程曉農說 在本世紀初中國經濟最繁榮的時期 各省的地方財政全部轉向賣地賺錢 大搞土地財政 當房地產泡沫帶到要爆的時候 地方財政必然會陷入困境 地方政府將賣地的收入 裝入自己的荷包 然後洗光 但是各地開發土地的幾十兆巨額債務 就留給了中央政府 而中央財政就算是炒了軍警 所有部門不吃不喝 也都還不完這筆巨債 所以時任中共總理李克強去年就說 中央無錢 地方各地自己想辦法 但現實情況是 地方政府多年積累的債務已經太大 程曉農說 202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高達88兆 是地方綜合財力的2.6倍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償還債務 但是地方債務爆雷 倒霉的是老百姓 程曉農解釋說 中共各地方政府一直都是通過銀行證券公司借錢 實際就是拿民眾的儲蓄來洗 拿民眾存款來應付財政開支 如果地方政府沒有錢還債 那麼銀行遲早會爆大問題 所以去年出現大範圍銀行拒絕老百姓提款的問題 今年初央行大放水 暫時緩解銀行困境 但遲早會逼到銀行 沒有辦法對付主戶提款 等到中國人拿不到存款的時候 一場新的革命恐怕就要興起了 美國自從2020年以來 對中國留學生實行了嚴格審核 每年至少有1,000名中國留學生被拒絕簽證 其中絕大多數是被稱為 中共國防七子學校的畢業生 國防七子 是之前中共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 即是現在的工業和信息發布 直屬的七所大專院校 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程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南京理工大學 南京理工大學 和西北工業大學 據福布斯報導 被拒絕簽證的 都是到美國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留學生 本科生 還未列入被拒絕簽證的行列 只要是和上述七所大學有關的學生 而且是公費留學 申請美國留學簽證 基本都很難莫批 美國國務院曾公布數據 2021年拒絕了1,900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申請 去年的數據還未公布 最近在網絡平台《小紅書》 就有很多人哭訴 留學生簽證不獲批 更有消息指出 已經在美國留學的學生 一旦回國探親 簽證可能會被吊銷 更令很多中國留學生 回國顧慮重重 福布斯報導了一名聖田的中國留學生的經歷 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本科畢業後 2018年到美國留學 去年拿到統計學碩士學位 然後公讀研究交通方面的人工智能博士學位 他在完成博士學位後 原本可以利用身份有效期留在美國 但他在今年3月初 還返回中國大陸 說是探望家人 之後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 重新申請簽證的時候 被拒絕簽證 無法回美國繼續公讀學位 最終學校同意 他只能遙距學習 還有一名留學生 在哈爾濱工業大學 碩士畢業 在美國隊員博士後 回國任教 再次申請美國簽證到美國進修 但被拒絕 隨著中美關係持續緊張 美國對中共滲透 更加高度重視 外界估計 美國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 還會不斷收緊 歐洲領導人陸續訪問中國 但對於中共來說 目前到訪的德國外長貝伯克 並不像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巴西總統盧拉禁爾拉龍 貝伯克4月14日上午 回誤了中共外長秦剛 雙方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 中德外交與安全戰略對話會議 德國之聲報道 在聯合新聞會 雙方都說到 德中之間的貿易依賴 但立場明顯存在落差 陳剛說 中德是夥伴 不是對手 只要保持開放 沒有必要擔心所謂的依賴 而貝伯克就強調 維持經濟的安全 是德國的中國戰略核心 歐洲與中國維持往來 但也應該由俄烏戰爭中學到教訓 他以歐洲 因為過度依賴俄羅斯能源 而付出巨大代價為例 說現在更不應該重度覆設 他一方面表示 德國並非要與中國脫歐 而是要降低風險 而另一方面 他在天津的時候 也說歐洲降低對中共不健康的依賴 此外 他提到中共紀委的 就是德國希望中國 正視新疆的人權 並且要求中方 向德國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條件 在講到烏克蘭議題的時候 陳剛剛剛重申 勸和速談 說不會向與衝突有關的國家提供武器 貝伯克就呼籲習近平發揮對俄羅斯的影響力 施壓普京停戰 對於中國釋出信號 想協助解決衝突 貝伯克給予肯定 但是也沒有忘記指出 中共的立場文件 並沒有包括呼籲身為侵略者的俄羅斯停戰 至於台海兩岸的局勢 也是雙方討論的關注點 貝伯克回誤的時候說 亞太地區的安全和歐洲有直接關係 他指出 百分之五十的全球貿易往來 要經過台海 百分之七十的半導體晶片來自台灣 並且警告說 如果台海兩岸軍事活動升級 將會衝擊歐洲乃至全球的經貿 對全球來說 會是非常恐怖的場景 貝伯克還重申 德國主張衝突應該透過和平方式解決 反對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 並呼籲各方不要升級緊張局勢 貝伯克的觀點令秦剛左右為難 路透社認為 比起馬克龍的路線 貝伯克更加接近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內欣 也就是對中共持較強硬的立場 德新社認為 貝伯克淡化了歐盟內的差異 他說 歐洲對中國的政策是一致的 雖然歐盟內部存在很多分歧 我們不僅在利益 價值等核心的議題密切相關 也追求共同的戰略路線 歐洲外交關係協會的歐中關係專家 巴赫斯卡12號向路透社表示 馬克龍訪問中國帶來的陰霾非常大 背伯克此行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控制損害 13日美國麻省空軍 國民警衛隊成員特謝拉 Jack Teixeira被捕 他涉嫌洩漏五國大樓機密文件 並在14日出庭 美國國防部部長奧斯丁誓言 將採取必要的額外措施 防止國家機密的洩漏 奧斯丁說 每一位有權訪問機密信息的美國軍人 國防部民職人員和承包商 都有莊嚴的法律義務和道義 保護這些信息 並報告任何可以活動或行為 國防部和情報界及其跨部門夥伴密切合作 將繼續審查這種未經授權的披露 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他還補充說 他正在指示負責情報和安全的國防次長 對國防部的情報訪問 問責和控制程序進行審查 來防止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 這可能是近十年來最嚴重的竊物事件 為此 本台記者菲珍專訪了台灣國防戰略和資源所長蘇紫雲 他對本台表示 這次的竊物會否影響俄烏戰爭局勢 相信美國和盟軍會快速修訂相關的作戰反攻計劃 還有補給計劃 將損失降到最低 很多資訊都證實這些文件的真實性 不過 他認為 群組裡有一些被修改過的資料 表示群組裡有人有安全意識 將部分敏感資料修正 而對於一些和中共有關的情資 將會造成怎樣的後續效應呢? 蘇紫雲說 五角大樓13日表示 今次竊物是蓄意的 是犯罪行為 軍方已經採取措施審查名單 並確保接收機密信息的人 知道所要履行的義務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推出 FYING PAO TORONTO Guard ox預告 指定 為了 降臨 限日 牙 振 扶